給我開伴奏是吧 哈嘍 嗨 光 我今天眼睛真的好傻 不知道發生什麼 晚上好呀,晚上好呀 今天要剩下光了 看能不能把這個氛圍燈給它 震一下 好,點了嗎?我現在好很多了 現在很好 在美女河廳上寫文 嚇人 晚上好,晚上好 謝謝小費的一個巧克力 謝謝你巧克力喔 有沒有看到你寫的文 你說是哪個? 說一下名字,我可能看過 喔,我小姐我好像說要直播的時候讀那個 都來著 謝謝小費的一個美根花 謝謝拼力電子博士的一個巧克力 哈囉,你是你小後費嗎? 耶,所有小後費呀 你是從哪裡來的? 謝謝火服的兩個銀光棒 你忘記叫什麼了? 你自己寫了,我已經忘了叫什麼了 反正打算用來做實驗 但是其他藥品還沒到 那你如果就是說要把這個美女河淨和其他的 東西反應的話 岂不是要把我給燒掉 謝謝雪糕的一個巧克力 謝謝笛子的奶茶 謝謝奶茶 大家讀你的文 嗨,嗨,泡泡 等一下,我來先把這個燈給弄一下 我看我能不能制服這個燈 差那邊 差那邊 你差這也行 差這 我怕沒被人給你插 你別把我電腦拔了 嚇死我了 沒有沒有 唉 這燈很紅,蠻軟的 放那個床 Yes, yes 這樣 我真服了 Yes, yes,它很紅 真實 怎麼顯得我面色蠟紅 是有關 直接可以告訴我 關了嗎 關了嗎 關了吧我也覺得 關了嗎 看看 哈哈 這怎麼打個好點呢 別太荒謬 這樣子 別太荒謬 怎麼啦,這怎麼啦 這沒有紅嗎 啊,是有點,是有點 關掉吧,關掉吧 唉 Sayonara 晚上好 讓我看看 32512號 那天有事 每次看我們公演 謝謝笛子的奶茶 晚上好 現在我們的關鍵怎麼 我看過那個 我看過那個 到時候寫 把寫的名字拒下來 我的天 剛剛吃完 非得強調一下這個香菜嗎 非得嗎 哪有呢 謝謝 謝謝吊龍龍的五個秋天奶茶 謝謝小費的螢光棒 謝謝你的茶的螢光棒 吸引人加油別去多想 老馬有時候對我們評 唉,我覺得老馬的評價其實還蠻好玩的 因為我沒有很受傷 我覺得很好玩 比如說 說我們長亂八糟 說我們像農民 像那個隔壁的工具農民工 因為我們那個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嘛 說我們像農民工 光吃光吃光吃 你更好笑 謝謝四季的秋天奶茶 今天會告訴你了 你告訴 你告訴嗎 謝謝菲律店的博士的巧克力 等一下,怎麼了 嚇死我了 我以為你把整個都刪了 謝謝瑜琴的梅根花 謝謝泡泡的梅根花 謝謝瘤酸的 X的螢光棒 謝謝小野的兩個螢光棒 謝謝發燕葉的一個巧克力 香菜怎麼了,你好 你叫香菜 因為我是不知香菜的新人 然後有很多 就是說香菜教徒 來我的房間把我給沖了 YES老師 老馬最近更年輕 沒有,其實我們最近沒有怎麼碰到忙的時候 我們是還沒有出道的時候 就是第一次考核前他來看過一次 已經很久沒見到過他了 香菜們 真的送我香菜花束嗎 非得嘛,家人們 這個花它是非送不可嗎 謝謝小顏的梅根花 給我整片長的梅根 笑 小顏面在睡覺不幸 這是什麼不幸的啊 我這麼睡的 不會嫉妒我好怕 嫉妒我睡那麼早 這天 嘴唇好乾,我看看 瘦點,我的嘴皮 有我嘴皮 有我嘴皮 看到嗎 現場撕嘴皮 哎,受不了 我能不能在這個框外撕一下 沒事 我真的沒事 你別撕出血了 就這樣吧,沒事 你都會撕出血了 好,那就這樣吧 你要不要咬一咬 要不要咬斷 我的建議是咬斷 我咬一會 我的建議是咬斷 氣凡希的唇也有唇 我其實我有個那個 哎,那個叫什麼來著 唇膜 我有個唇膜 我的建議是你把那塊皮咬斷 謝謝欺負的玫瑰花 蛇臉辦事的家庭下午兩點 我什麼樣都氣 我是一點鐘起的 我只兩點鐘才給你們發消息 因為我在床上迷糊了一個小時 很欺負你 來打聽點情報 你們十八七有特別好看的嗎 我覺得 你這麼說那我可得端睡了 我覺得我們十八七 各個風格都有 你要什麼樣的 要甜褲的 要帥氣的 要甜妹 要郁姐 要好像沒有羅里 對,甜妹 郁姐 然後那種高冷的 然後那種很溫暖的 然後那種 嗯,很主動的 都有 團體 十八七所有人都開了口袋 對呀 謝謝本拔的巧克力 我一點點擊也很離譜 不是,是這樣的 我昨天晚上在床上躺了好久 就是我 躺到大概四點鐘左右 就是一直在床上睡不著 可不可以前幾天就睡覺晚了 你們在講什麼 我是啥類型 我是什麼 我是奶特 我是 二十六戒 一排五的那個 奶奶那個 看不下 謝謝余琴的奶茶 現在還有不舒服嗎 沒有呀 現在已經很舒服了 現在身邊嘎嘎棒 可以把你們所有人拉上一车 然後 帶到我們去賣掉 我零點五 我零點五 耶,鎖身間五 嗯,這可以說嗎 哎,沒事 這樣吧 我沒有好的那種程度 你願意做一排十 一排十是什麼 等我看一下 看看一排十是什麼 六 好哦,我們一排五和一排十哦 好厲害 嗨 回頭會不會翻船 啊,誰那麼閒 那也得等到我就是說 廢黃騰達的時候 那已經是很多年之後的事情 那這種事情交給很多年之後的我吧 反正不是現在我該考慮的 在狹狹的口袋裡面 哎,我想之後拍個這個的抖音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 我要讀那個文 超過好多粉絲 我來看看 怎麼有說寫我的車文呢 我真嚇人 看看那個文在哪裡 很乾淨的文 當月亮生氣時 那你別說現在去 跳舞 非 一定嗎 我才剛 啊 我就 嗯,就我了 哒哒哒哒 你可以幫她跟她說一下我自然直播嗎 或者他們先排 我自己排也是可以的 我不介意 啊,雨下會沒有空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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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這讓人沈默 耳丁好看 是嗎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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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说上个厕所放上去 小五说很快的过 要不这样吧 大家 我们 休息 对我们中场休息 然后再来播 半小时差不多 谢谢雪叉子的 两个秋天的奶茶 谢谢你奶茶 美女合金发好了 所以要读吗 我们等会再读吧 我们先有感觉 先应该读不完吧 谢谢霸王龙的巧克力 谢谢霸王龙 等等好多 等一下 谢谢霸王龙的巧克力 谢谢四七的 六个秋天的奶茶 谢谢小七的梅花 期待翻页了 是下影片 我也很期待 但是家人们 这个东西是可以说的吗 同日文这个东西是可以说的吗 他们现在已经要去了吗 好吧 X教室是第几个教室 第第二个 拜拜 拜拜 等会不着急 不着急 李宇也在播 看一下能不能换时间 行行 那我们先读吧 那我们先读吧 拜拜 2005年3月22日 那天会不会是一个满月吧 总共感觉像读小学课文 羞了个大命 周同月趴在桌子上发呆 高中简单枯燥乏味的生活 重复了久了 自然会有突然就不想学习的时候 所以当坐在前排的周同月 常常想这个问题是睡着时 突然就被老师拔高声音 大喊他们一次行为下行了 原先还准备跟周公 唠嗑的小周 也从半风半喜间 捞回自己游离在外的灵魂 某然窜起来 一生中你会看到几次满月升起 好文艺啊 天儿们 05年3月22日 节目好长 真假 什么效果 你说什么 我说你说 其实你可以下播 问他为什么 啊 好 老师的问题 还让他感觉 自己是不是在上这语文课 周同月有些窘迫地向同桌求助 可惜压根就不太重要的音乐课 根本没多少人会认真听 我去音乐课 什么音乐课 老师会抽人起来点 我去那回问题 我去 他将目光收回 专心思考起那个问题来 周同月想了有点久 但老师并没有出声 打断他的思考 大概无数次了 周同月心想 每天的 速走速走 你先读完吧 读完读完 可长了我跟你说 你看 你看 哎呀 五分钟能读完 好好好 五分钟 我们直接 快速 那个什么 你先死一下 可以吗 你先可以退出一下 直播 我们刚刚都哪里了 周同心想 每天的月亮都会照成 生气与太阳轮流 敲斑 如果不是无数次的话 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啊 得到了自尔维 不错的回答 所幸站在原地 静静期待老师反馈 音乐老师什么也没说 只是示意他坐下 随后抬手去操控课件 音乐从教室那算不上音质好的 喇叭内传出 我来找你 你先帮我 好 拜拜 PPT也从首页跳网了下个界面 问题被放大 几乎占据整个界面 同桌凑进真同眼 用肩膀轻撞他手臂 问这是什么歌 虽说音乐无国际 可他也不常听纯音乐 又怎么回答的上来 难免会有些人放弃 刷手中真题乖乖 他都看着黑板 真的 我们那个时候上音乐课 就是各种无聊的课 不是无聊的课 就是非主课以外的课 像体育课音乐课 什么美术课 我们就在下面写作业 但其实很无聊 说实话 上课写作业真的很无聊 似乎所有人都在期待着问题的答案 一生中你会看到几次满月生气 老师重复一遍问题 好奇者自然竖起耳朵 人真听 也许二十次 答案公布的瞬间 就在教室内炸开锅 一群对世界充满好奇的高中生 直接否定的答案 纷纷向老师说出自己的回答 正通也在脑子里翻找着 对这句话的记忆 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或是听过 怎么英文这样 perhaps twenty and yet it all things are limited 就个大命家 很尴尬耶 这一项显得我英语很不好耶 巧合的是 看过去这一半 巧合的是 在音乐出现 这句话没几秒后 就到下课时分 四耳铃声 与原先平缓音乐形成 强烈对比 下课后 问题的答案便不再重要 这同学是想追上 音乐老师的脚 不弄明白 那句英文是什么意思 你想知道 为什么会 拜拜 叫什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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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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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半个小时 马上就 谢谢狗蛋到桥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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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cousins